好 那么要避免疫情扩大呢 产生群聚的事件 花莲宣传徐正伟在疫情说明记者会上也宣布了 包括夏恋嘉年华 以及联合封年节在内的夏季花莲各项指标性的大活动 全部都暂停办理 国内疫情刺警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在全台同步提升三级警戒 减少人流动 为了避免疫情扩大产生群聚事件 产生群聚也宣布包括夏恋嘉年华及联合封年节内的夏季 花莲各项指标性大活动全部暂停办理 这个第三级的防疫警戒到6月14号 那即便是我们下修为第二级 也是有一些人数的限制 所以在这个第一个不鼓励我们的外县市的这个乡亲 等于说这个减少人流的交流移动以外 我们更希望在这段时间我们把疫情的工作做好 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防疫 所以在我们的7、8月 每一年我们指标性的大活动 例如夏恋嘉年华、红烟鸭、放暑假 还有我们芝卡轩、绿山行李水上公园 以及我们的古王争霸、联合封年节 这个部分我们都暂停办理 火量9月活动通常人潮拥挤 长时间且近距离接触 具有高度传播的风险将提高防疫的难度 即便未来警戒下修到二级仍有人数的限制 不鼓励外地乡亲人员流动 每年花莲线的指标性大活动都暂停停止办理 记得就容易欢迎收看 ため 欢迎订阅